最近《长相思》播出之外,剧中的四位主演资源真的是拿到手软,尤其是谈千次更是让人惊喜,因为他呀终于演了一部甜剧,还是男说女美类型的,自从《长相思》播完之后,很多观众直呼,想看很辣冷漠的向流宠妻的样子,这部他和周野合作搭档的《很想和想你》即将定当播出,《很想和想你》这部剧是根据莫保飞保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小甜剧,剧情简单,没有狗血剧情,没有男主女儿牵扯不轻,没有绿茶前女友,没有暴躁前男友, 没有父母帮打鸳鸯,没有阶级差距,双向奔赴的暗恋变明恋,平和舒缓,水到渠成,岁月静好,柴米油烟,闲身黄昏,笑问周温,笔翼双飞,郎才女貌,人间烟火,他们这一句的CP火花,相信能快速治愈被向流创飞的各位观众们 而且大家知道吗,这部剧简直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让人期待不已,女主是充满活力的大学生顾生,她热爱作曲和编导,男主是帅气腹黑的莫青城 她是配音圈大神多才多艺,顾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和莫青城合作,但这个愿望她从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 莫青城十年前和好友一起创办的完美配音组为配音献出了最大热情,但她毕业后就选择告别配音圈,成为了一名心内科医生,专制于治病救人 顾生受邀参加闺蜜耿小庆公司的周年庆典,正好与完美配音时装年庆,不期而遇,两人距离被拉近,此后顾生渐渐走轰 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她实力的质疑,好在顾生始终坚持自我,专注于作品,终于在庆典当日大方光彩之后,摇割不断,打响了创作鬼才的名号 墨青城也和顾生成为了一对眷侣,据悉,谭剑次周年连昧周年的横向横向你,即将在九月份定当播出 不少观众的表示真的真的好期待呀,赶紧播出吧,我们想看 不过如今,距离长强思第一部收官已经快一个月了,剧中几位因此剧抱货的男演员,都迎来了风生水起的事业高潮 接下来小编就到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几位的境况 首先是男一号张婉毅,最近忙得像托罗除了再拍《柳州记》之外 据说还在接触《狼牙榜3》和《两斤十五日》等星座 除此之外,他手中已拍完,或再拍的代播剧已积攒了五部之多 加上热播中的父辈的荣耀,真是实打实的霸评笑声 而长相思热播期间,比他热度还高的邓维、谭剑次,也都在马不停蹄的拍摄中 代播剧也不少,昨天虽然几人都没能达到顶流的程度 却都在各自的路上狂奔着 也终于应了那句,这破天的富贵,终是轮到了又烟制又有势力的他们身上啊 首先是张婉毅 正在《父辈的荣耀》中演奉欢男,陈兴杰的张婉毅再度认为演技霸凭 观众觉得这次他诠释角色的气质和长相思中的苍旋完全不同 而除了这部年代剧外,张婉毅之前还存了几部作品 2021年年底,拍的医疗剧《非凡医者》2022年年初拍摄的言情剧《我知道我爱你》 以及童年拍摄的涉案剧《云暴行动》 三部作品都是现代剧,但题材完全不同 陆川指导的《非凡医者》中 他饰演的陈辉是天生患有交流障碍的青年医生 虽然对情感有着异于常人的迟钝 却时常用独特的视角与诊疗思路在关键时刻启发同事 这个角色与其身上那种的倔强,执着的感觉不谋而合 据说陆川也是看了乔二强之后才选择用他的 而和孙姨搭档的《我知道我爱你》 则是聚焦大龄圣斗士们的情感戏 这两部戏网传都是暂定11月和观众见面 其次是邓维,大家都戏称他为 戏外潮到风湿,戏内是暖男 在长相思中演活了绿茶狐狸的邓维 可能是当时肉度变化最大的一位 毕竟他出道的时间不算长 之前算演过作品,但没有太多代表作 直到凭借《涂山景》一决 邓维迎来了爆红的阶段 目前他正拍摄的云秀星即将杀青 此剧改编《采云国物语》 曾被誉为《日本第一青春小说》 邓维的角色仍是二番男主 饰演的茶狩群是个外表俊美 内心很多的腹黑男形象 与《涂山景》反差极大 因此也备受粉丝期待 不过由于爆红之后 邓维始终有些低调 除了拍戏几乎不怎么出来营业 导致粉丝有点着急 事实上,网传他的团队 也在积极接触各种资源 比如古装言情剧《折书》 据说女主暂停居进一 该剧讲述的是 用双重高贵身份的男主裴燕 对女主林金芝一见钟情 开启鲜欢欢爱的故事 原注重的裴燕 既是燕北世子 也是当朝太子 表面看起来不惊人情 但实际上却重情重义 从人设上 裴燕很符合邓维给人的感觉 毕竟他的私人人设是 潮道风湿的高冷男模形象 但在长相思中 又轻松拿捏了 卡普 绿茶南达籍的暖男人设 除此之外 网传就卢飞香原著的斯敏 也曾接触过邓维 妖锦奇饰演上古神龙 长渊一绝 长渊本是被天地因天命 就在万天之虚的一条龙 估计数万年之久 因为女主角斯敏的闯入 而陷入了彼此命运的纠葛之中 女主角传的是 在各种古装大戏中 一直打转的李一彤 两人目前正在云秀行中合作 这部斯命是邓维粉丝 最为期待的一个柄 但具体会不会成真 还得拭目以待 除此之外 邓维的网传接触作品 还包括 《珠莲玉木》 《望星海》 《秦三行》 《仙剑七》 《仙台有树》等 合作的对象 传都是赵露丝 向寒之 孟姿意等当红小花 不过均尚未官宣 有人认为 邓维目前接到的资源 之所以比看起来人气 不如自己的张文艺 要少很多 主要原因在于 他红得太快 各大资本也观望中 所以并未形成 对第一阶梯的冲击力 最后就是谭剑次了 现在的谭歌 可是大小荧幕双赢 声咖绝对不是梦 谭剑次凭借酒头蛇 向柳一角广泛出圈 也在第一季播出之后 形成了和张文艺 同样的 全面开花的事业心高度 据说 他的团队 为其营造的人设 并非单纯流量 而也是以演技为主的 好演员为人设核心 加上长相思播出之前 他就手握列最图鉴的代表作 所以 人气始终居高不下 目前谭剑次的 代播作品也不少 且其中五部作品 都是去年开始拍摄 工作量始终满满的 比如莫宝飞宝原著的 很想很想你 去年年底杀青 上面小编已经讲到过 预计在九月份订当播出 但具体时间不是很清楚 但还是期待的 当然五度有偶 出道便和周夜壮烈的张静怡 则在电影 被我弄丢两次的 王金金中 与谭剑次大谈恋爱 原本该片定档七戏 却不知什么原因 至今还没有和观众见面 而已于2020年年底杀青 但压的现在还没播出的 《烽火流进》 则改变自小说 《杀破狼》 该剧讲述了 安定侯顾云 与一路民间的四皇子 长庚 共同成长的故事 是典型的双男主 成长大戏 该剧的阵容同样不容小觑 除了原作者 有一定证明度外 导演也是曾拍出了 《青云志》 和《镇魂》的周远周 而和王冲然合作的 《爱情有烟火》 也是时装剧 聚焦的则是 都市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描绘了两个年轻人 合作的浪漫相处 但由于拍摄过程中 王冲然正处于 被网爆的阶段 还曾传出 两人也对手戏时 女方不耐烦的状态 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除此之外 谭剑次被受期待的 还有《烈嘴图鉴2》 也将在明年和大家见面 该剧仍起用原班人马 还有曾顺戏 惊喜加盟 但更令粉丝期待电视剧 还有改编自 陈建小说 《西域猎王记》的 《四方馆》 这部作品 虽然同为古装剧 但和《长相思》 《风火流金》都不同 主要还原了 古代大国外交图景 但又以诙谐轻松的色调展开 人设方面 谭剑次演的原目一绝 是外表滑不留手 但诗作性格机敏 心思缜迷的外交官 很符合他给人际奶狗 有机灵的感觉 除此之外 谭剑次 他还被传 再度被同华相中 正在接触其小说 改编的电视剧 散落星河的记忆 如果顺利 将有望出演男主 还有传闻武侠剧 神舟七虾 也将由他和张荣云 连妹出演 腾讯加要客的新剧 大熊猫 你要他与赵金脉合作 不过后边这几部戏 也没有官宣 可能正处于接触阶段 具体还应以官方消息为准 但是根据这个网传的热度 也能看出谭剑次 如今确实炙手可热 声咖确实不是梦 而除了以上三位热度极高的男演员 在长相思中 实验赤水风龙的男四号 王弘毅 资源也不少 他目前有金庸的武侠世界 默然两部古偶 后者的戏份多一些 是男二号 目前王弘毅 正在唐燕传的念无双剧组拍摄 他饰演的是戏份不多的男三号 唐华 原主重 这同样是个悲情的角色 他本是男主角原重的朋友 后背韩女利用对付男女主角 最终甘愿先上而死 在肉朵上 王弘毅确实不如以上几个哥哥 但胜在他出生于1999年 加上长相确实帅气 实在也是未来可期的 通过目前极为男主接到的影视资源 究竟谁的咖位生了 或资源更好一些 一目了然 不过在千变万化的内域 任何事情都不一定 只是希望完全凭借努力 走到如今的几位男演员 珍惜现在的热度 努力磨练演技 期待结尾都能大红大紫 带来更多好的作品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